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看到这里有一个空格吗? 我们需要把缺少的数字填到空格里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吧 小朋友看什么数目加上2等于8呢? 如以它是什么数目加2等于8 所以我们需要找出大的数目减去小的数目来找出答案哦 这里大的数目是8而小的数目是2 我们就拿8减2等于6 所以空格里的数目是6 好,来我们看下一题 8减什么数目等于5呢? 同样的我们需要找出大的数目减去小的数目 来找出括号里的数目哦 8减5等于3 所以括号里的数目是3 接下来什么数目减2等于4呢? 小朋友由于字项题目是问什么数目减2等于4 所以我们需要把两个数目减4加2等于6 所以括号里的数目是6哦 好了小朋友,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找出括号里的数目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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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